好 那我們接著就要來一段訪問 把麥克風來交給我們的江松以及我們的明道 來 這個麥克風好 OK 今天晚上即將登場的就是兩位的演唱會了 要不然來說一下心情如何呢 心情我覺得還滿輕鬆的 因為剛剛這樣前面表演完了以後 覺得心裡比較放下一口氣 因為就是像剛剛那些舞蹈啊 稍微有點像舞蹈對我來講比較不擅長 所以前面幾天這樣跟明道練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還滿辛苦的 所以我已經鬆了一口氣了 是 但你不是芭蕾舞的嗎 對啊 我以前是學芭蕾的嘛 真的假的 對 可是發現就是昨天這樣子就覺得 我連183都不如 芭蕾舞 原183這麼會跳 對 就覺得啊 徹底的那個 壓力很難 壓力很難 對 那個是藝術型的 是 有種被舞蹈擊敗的感覺 有 有 完全是被擊敗的 就是明道一直在那邊 加速你可以再怎麼樣一點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很不好意思 這樣子 所以明道是在下演唱會當中 你的這個舞蹈啟蒙 對不對 舞蹈啟蒙是老師嘛 是老師 明道大概昨天感覺 那個五六分鐘就差不多練好 所有的時間都是在陪我練的 所以現在很不好意思 好 偷偷告訴大家一下 今天這兩位在舞蹈上面 尤其是加速在舞蹈上面 還有特別 還有老師在下面 有沒有跟著帶動作 我們剛剛在看的時候 好像回到那個小時候 幼稚園的時候有沒有 小小的障礙 老師在教我們跳舞的感覺 不過呢其實 其實除了我們剛剛講到舞蹈很辛苦之外呢 剛剛我看到了有沒有 有看到跟女 dancer有非常緊密啊 緊密的接觸 剛剛才辦完婚禮的加速嗎 那個有跟老婆到 算是有來 今天算是那個 婚禮之後第一次失婚了 稍微說是有跟女孩子有接觸到這樣子 對 就是她今天就一直問我說 那我今天晚上要來看嗎 我說應該不用了 小孩子還要帶出門 都麻煩了 因為這邊又有人生病什麼的 這邊又可以喝酒 其實對小孩子不太好 我跟你講人妻的心情不一樣 表面上先跟你說不用了 晚上他就偷偷默默的就出現在後面 回去就罰貴算盤了 不是我跟他說不用了 是你說不用了對不對 OK 好 所以搞不好晚上特別來賓 也會在下面來看 看這一場非常精采的演唱會對不對 OK 好 那既然呢 今天演唱會我們剛剛有看到 除了音樂當中要來呈現給大家 舞蹈當中要呈現給大家之外 你們論了今天的演唱會 有沒有做什麼樣子的 特別的訓練 或者是特殊的呈現嗎 在腦海裡面有事前的這樣子 特別的訓練 我們有一段 有一段是 因為我們的整個演唱會 或是我先表演一段 因為那時候是猜拳贏的嘛 然後我先表演一段 然後換教授 然後中間有後半段 是我們兩個一起合作 對 然後想要用 但不是唱我們的歌 對 但也是唱歌 因為不可能突然 你知道嗎 嗯 吞劍或是 跳舞劍 但是我們會唱的歌就是比較 因為快要過年了 其實快要過年了 所以大家會放假 心情很輕鬆 然後我相信到時候就是 觀眾會站得很近 所以我們就唱一些 跟他們能夠互動的歌曲 有一點像是 前面就是明道開場了 然後我們唱完以後 然後我們一寫出來 跟大家像是在KTV裡面 是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今天的音樂很豐富 因為一定會唱你們自己的歌嘛 對不對 自己的歌包括了 比如說明道的歌 Kiss Me Kiss Me 我們聽CD就好啦 如果今天來看現場的演唱會 一定要不一樣吧 有不一樣 對不對 那有什麼樣 要不要透露一下不一樣 有什麼樣 改編嗎 或者是 對 我們有一些改編 然後跟 就是我看一下 等一下可能也可以跳下去 跟觀眾一起跳 欸 你知道MD當中有電臀喔 有 有電臀喔 因為今天也有 對啊 那你要 那不就是一直戴著嗎 喔 一直戴在身上 隨時標準配備在身上對不對 OK 所以搞不好今天也可以 搞不好會扭的更用力 喔 會喔 會 因為很近嘛 過出去了 對 過出去了 OK 跟台下會有互動 對 跟台下會有互動 你感覺很期待 不是 有很期待 那我還要做什麼 跟台下 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可以跳 好 那你呢 你今天會有什麼樣子 不一樣的音樂呈現嗎 今天就是因為 專輯就是錄音作品嘛 然後希望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Live的生命力 所以 跟民道一樣就是我們帶來這些樂手老師啊 可以幫我們一起 有改編一些音樂 然後 最特別的是 其實我之前有寫一首歌叫移書嘛 然後現在叫做不要忘記我 然後我今天有帶來這個移書版的這個 原本的這個曲風 噢原本的 所以也是會混在一起 哇 對 等於是一首歌有兩個版本 我們看到最original的感覺對不對 對 整個版本 自己的音樂之外 還包括我們剛講到的 有很經典的歌曲 然後 今年的歌曲 既然舞蹈動作是這次 大家非常的拭目以待的 所以今年的歌曲 你們有唱哪些歌嗎 唱哪些歌啊 要講嗎 現在可以講嗎 sure 當然讓大家來搶先為快 比較重要的當然是 哆啦A夢的那個主題曲 是嗎 喔 哆啦A夢的 對 這是真的有嗎 還有什麼歌 我覺得 我們唱 我們唱 最經典的歌不用想 一定是用心量庫 用心量庫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但是最紅的 K歌之王 K歌之王 還有一次我算是 甚至跟民導聊一聊 讓我就是 鼓起勇氣嘗試這個明南語歌 明南語歌 愛景喊西筊 喔 愛景喊西筊 對 就是萬方跟五百老師合唱的 是 要來嘗試看看 OK 還有 我聽說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歌 叫做什麼 是我的嗎 明天你要嫁給我 明天你要嫁給我 今天你要嫁給我 今天你要嫁給我 所以 每一天我們都可以嫁給你啊 哪一天都可以 有沒有就是 算是 可是那個是情歌耶 然後那是Jolene跟那個 因為我們那時候選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就是 明道常常在私底下抱怨說 他都沒有對象 所以今天幫他這首公開一下 看有沒有人要嫁給他 可是 還是你們今天兩個就乾脆就 我已經結婚了 我說他重婚 對不起 好 有特殊的歌 比如說剛剛的這個 好聽的情歌 然後也會有一個很 很 不一樣的互動 對不對 好 所以就請歌迷朋友 以及這個我們的媒體朋友 我們來拭目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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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拭目一旦